大家好我是Paul 周六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我的学生C3 他给我 严小姐 他给我看了一个 脸书上的一个连结 然后 这是个迷因图 蛮好笑的 那事实上这个也已经很久了 不过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所以我也谢谢你 那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讲一下 因为我在我看到之后 我在脸书上其他地方 又看到了一些转传 所以 这蛮好讲英文的 尤其这个对于关系代名词 呃 你如果懂的话很棒 你如果不懂的话 借这个机会懂一下 也不错 也不错 所以这是一个 由八个Buffalo 凑起来的一个英文句子 你在这边加一个句点 是文法非常正确的 读一次给你听 Buff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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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the fuck OK 好 所以 你看他这里 这Wikipedia的页面 他说这是一个 grammatically correct sentence 文法上正确的句子 英文句 OK 为什么 好 我们就很快来讲一下 他的翻译 大略可以翻译成 因为Buffalo就是 我们初前的翻译成 水牛城 你不要跟我扯说什么 这应该翻译成 美洲野牛 或者是什么这些 我们不扯那么多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词 叫Bison 就不要扯了 我们就想Buffalo 就水牛城就好了 所以 你看他里面 有一些 Nuance的地方 我这里真的加了一个句点 因为他正确 有一些Nuance的地方 就是在句子中 有一些Buffalo是大写的 如果说你在一个名词 前面加一个大写的东西的话 那就表示 那个是一个 他的特别的形容词 例如我是个台湾男人 所以我就会说 我自己 我是一个 A Taiwanese man man 没错吧 所以台湾ese 大写 因为那是一个 地方 然后是形成我的 所以日本车 A Japanese car Japanese的J 大写 一个 我吃了一餐 美国的食物 American food 就American A 大写 大家懂我意思 所以 这里面的Buffalo 当然除了第一个字除外 不过第一个字 事实上也真的是 你看这两个字 走在一起 就是来自 水牛城的水牛 Buffalo Buffalo OK 然后你看到第二个字 又来一次大写Buffalo Buffalo 所以你就可以猜得出来 这一组也是一个 水牛城的水牛 然后接下来两个Buffalo 都没有大写 到了最后一组 又出现了Buffalo Buffalo大写 所以这三 所以最后这两个字 也是走在一起的 水牛城的水牛 所以我们其实就可以 很快identify出来 这里面有三个名词 这些名词就是 来自水牛城的水牛 大家懂意思 就像 我再强调一次 我是来自台湾的男人 A Taiwanese man A Buffalo Buffalo 大家懂了 Buffalo Buffalo 所以这个句子就 看起来会简单的多了 因为你剩下要解的部分 就是这两个Buffalo在干什么 为什么他们可以走在一起 然后都不用大写 不像其他的一样的大写 这样子 而且这句话动词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另外就是 Buffalo这个动词 我们可以粗略的翻译成 欺负啦霸凌或这些的 网路上我看到的 它也是翻译成霸凌 所以 既然翻译成霸凌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第一个字 Buffalo Buffalo 这个水牛城水牛 它的动词 就是后面其中一个 后面其中一个 那到底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呢 可是你又看到了 刚才第二个Buffalo Buffalo 它马上接了一个Buffalo 我真的好像也是在找口令 所以中间这一组就是Buffalo Buffalo 水牛水牛 它会霸凌 霸凌什么呢 霸凌着 后面这个兽石不见了 兽石在哪 兽石躲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我下面就来 重新改写了一次 我们这里塞一个 That进去 这个That其实就是 后面这个水牛 它在霸凌的对象 again我说这是一个关带的句子 这大概就可以翻译成 被水牛城的水牛 霸凌着的水牛城的水牛 他们也会霸凌另外一群 水牛城的水牛 OK水牛城的水牛 所以我把它翻成中文的话 大概就写成这个样子 我再读一次给你听 水牛城的水牛 霸凌的水牛城的水牛 他们会霸凌另外一群 水牛城的水牛 所以A群 就被这样讲好了 所以被这一群水牛城的水牛 霸凌的水牛城的水牛 他们会霸凌另外一群 水牛城的水牛 我又再说了一次 简单的说 我相信有的人 可能还是听不懂 我们就再把它简化一点点 因为我自己已经 把这件事情想过了一次 然后我想要再用 更简单的方式来解释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水牛城的水牛 简化成BB好了 因为反正BuffaloBuffalo 所以两个B走在一起 大B跟小B 什么鬼啊 会不会又觉得想到一些奇怪的地方去 不要 就大B小B BB 所以我们再把它简化一点的话 好再下来 到这边 BB 所以被后面这一群BB霸凌的BB 也霸凌着另外一些BB Does that help? I hope it does I hope it does 我另外做法 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除了加了that进去之外 我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把这个BuffaloBuffalo 用中文套进去了一下 所以如果说 以荧幕现在这个句子 你看的有比较清楚的话 我们试试看 所以 theBuffaloBuffalo thatBuffaloBuffaloBuffalo Buffalo 其他的BuffaloBuffalo I'm sure that doesn't help Shit 好我刚有想通这一些 可是似乎可能没帮助 但 让我用最后一句跟你说一下 这句一定有 一定有帮助 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把这个什么水牛生水牛 干脆换成另外一个 比较不confusing的名词 我刚想到的就是 想成台湾人 而且 我们要把另外这一群BuffaloBuffalo 再换成另外一个 另外一群东西 我们就可以做很清楚的分辨 所以我们把前面这一群BuffaloBuffalo 换成台湾的女生 然后中间这个BuffaloBuffalo 我们换成台湾的男生 然后我们把那个动词霸凌 换成喜欢好了 另外一个动词换成不喜欢 那后面这一群BuffaloBuffalo 则是又在换成男生 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后换成的这个句子 我读一次给你听 台湾人士女士 在台湾人士的男生 喜欢台湾人士的男生 这句话翻译起来就是 台湾男生所喜欢的台湾女生 台湾人士的女生 台湾人士的男生 所以那些台湾女生 哪些台湾女生 台湾男生喜欢的台湾女生们 台湾人士女士 台湾男生喜欢的台湾女生 其实反而是不喜欢台湾男生 我们这边讲就是网络上吵的那个什么CCR好了 OK 就是这个喜欢外国人的这种女生 所以这些台湾男孩所喜欢的台湾女孩 很不幸的是并不喜欢台湾男孩 这样有听懂吗 所以这里两个like都是动词 只是like跟dislike对不起 所以这里的like是台湾男孩喜欢的 喜欢是谁 喜欢的台湾女孩们 而这些台湾女孩的动词则是 不喜欢台湾男孩 OK吗 我们再把BB套回去 所以你看台湾男孩喜欢的台湾女孩 不喜欢台湾男孩 而刚那个句子BB所霸凌的BB也有在霸凌BB 或者再把它套回中文 水牛成的水牛所霸凌的水牛成的水牛 霸凌着水牛成的水牛 就跟台湾男孩喜欢的台湾女孩 不喜欢台湾男孩 是一模一样的结构 讲到这里 大概OK了 我们甚至可以把 也不用把什么了 就我这边讲BB80BB 我把它放回去 跟这边的结构比较起来 我一样一样放 台湾男孩改成了BB 台湾女孩也是BB 同样都是水牛成的水牛 最后台湾男孩又还是BB 中间两个动词 我们本来有喜欢的跟不喜欢的 都换回他原本的霸凌 你看一个对一个 磁性对的准准准 再一次台湾男孩喜欢的台湾女孩 不喜欢台湾男孩 BB霸凌的BB 霸凌着BB 好 讲完了 如果你有听得懂恭喜你 我觉得应该可以懂了 我觉得我尽力的把他讲的 能多清楚就多清楚了 这个也有中文的页面 Wikipedia 我点下去给你看 讲了事实上 我觉得还是颇复杂的 你可以花一点时间来看他 你看他这里写的 水牛成美洲野牛 水牛成美洲野牛 威吓威吓水牛成美洲野牛 三小啊 他用一些其他方式写着看 写的其实不错 例如他把这个 Buffalo Buffalo 就水牛成了水牛 他换成了 Bison from Buffalo 还不错 OK Bison from Buffalo 或者 The Buffalo from Buffalo 也不错 例如我刚刚讲的 Taiwanese man 我也可以说 Man from Taiwan Right So the Buffalo from Buffalo Who are Buffaloed by Buffalo from Buff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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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Buffalo 用听的没有用 好 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大家 我或许没有办法把他讲得更清楚 但是 我尽力了 就这样子 所以总之这里是 八个Buffalo主持人的句子 希望你喜欢 我是Paul 我们明天见